好 燈光講完後 我們可以檢視完我們的模型數模之後 我們現在來上材質 材質要怎麼上呢 我們選到物件 在選到物件後 它這有一個紅色的球 它叫MaterialProperty 這裡我們可以增加我們的材質 new 這裡我們就增加一個材質 green 像我們這裡color 我們就可以改成綠色 好 如果我們其他的物件也要跟它一樣的材質呢 我們一樣可以 就變成是我們這裡就 材質就可以直接選到我們的材質 那一種方式就是變成是我們選到物件 再選到我們要選的 主要材質這個是active的物件 按ctrl 這裡我們就可以follow它的material 這個方式比較針對說一次多個材質的時候 像我這個把材質拿掉 像我這兩個 我都要取用這一個材質的話 ctrl 這樣 make link 就可以material 這樣就一次兩個都可以取得它的 材質 這樣就不用一個一個給 好 我們這個 新增 樹幹 team team 好 我們彩帶 new yellow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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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一定要做 再來就是我們要做 這裡我們的 我們的球 red 好 有沒有發現 我這個球這個時候一指定的時候 所有的紅色球都 球都變成紅色 因為我們當時是用instance的方式 在做這個物件 所以它的所有的材質也會都是連動的 像我們的點點圈也是 這個 用桃紅色 他也是一樣 另外一種紅 也是一樣他就 一起連動 可是像是如果我們用Instant的物件模型要一樣 可是材質不一樣我們要怎麼做設置呢 在這裡 紅色 右邊 這裡他有一個預設 他預設是 Data的模式 我們把他切到Object 他是以Object模式在取顏色 像這樣的話我就可以 給這個 材質另外一個材質球 顏色去控制 這樣我們用比較明顯的 藍色 這樣子這樣的話就可以把 把 顏色做區隔開來 就不會全部卡在同一個顏色上 就切到Object的模式 像我們這個 紅色 我也想要他取別顏色 把切到 Object 我們這裡取紅色 這樣他就可以取得紅色的材質 我們上面這個Monkey 我們就新增 羊牛 Top Metal Heart Metal 講一下基礎的一些材質 像我們剛才都只有做顏色的設置 他這裡的參數 他有Specler高光 高光也是這裡的吧 然後這裡metallic 他是不是金屬 我們把他改成金屬 全部金屬 然後 高光 高光其實如果是金屬的物件的話 高光不影響 把Rofnit 出抽感再降低一點 那就一個比較 亮金屬的 裝飾 我們把他改成黃色 就像 銅 好 好 像我們的樹 我們這裡也是 現在不是metallic的方式 如果高光的 處理就會是以 Specular去控制強度 Roughness 影響他的 那個粗糙的程度 像這樣 好以上就是關於材質的一些基本的 設置 像基本的上色 換材質 還有 我們instant物件要上不同的 顏色的時候要如何上 好我們也一樣把這一張算出來 算出來這一張我們把它存出來 image Save 來我們改個顏色 material 我們要改個顏色 這對 我們要改名的 我們要改名的